本短片为关于透的众雷心得 会有很多的剧透内容 请大家斟酌观赏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电影资讯与预告分析 可由右上角的连结过去哦 福利欧沙 疯狂麦斯 传奇篇章 大姐投了心怒历程 关于坎坷这位小女孩 话说从头开启此次级之作 后末日无期限 超狂超爽片模式的这一部前传 一起来看看燃烧熊熊 复仇怒虎 暗黑天使的大逆袭 喜欢看爽片的朋友 特别还没讲就先打拖一下 可以说后末日无期限超狂 完全爽片模式的这一部 福利欧沙 疯狂麦斯传奇篇章 这是大姐投前传 说的是请参考2015年疯狂麦斯 愤怒到里面 这一位不仅大树风头 还硬堂发黑的这位大姐投 卢尔造就坚然不拔 正义凌兰在这后末日世界 看到的要来从小女孩开始收集 她坎坷不幸的过往 而就在电影一开始 前面预告有揭露出来过了 原本生活在众母绿地 这一片富饶的绿洲古地 有艾娜布朗 饰演的小时候的福利欧沙 就要点开场没多久 因为一次在边界才水蜜桃 小福利欧沙跟迪伦阿多尼斯 饰演的小瓦尔基利 他们在高处看到了 有一群入侵者在树林边界盗猎 本来小福利是偷偷摸过去 要破坏他们摩托车的 很不幸后来被发现 然后就这样被抓走 即使猪人老妈立马警觉到 也跑去救他 那就这样 插花弄人是彻彻底底改变了他人生 这部福利欧沙前传 好看程度是整部片都很有事 展现出超狂狂乱不羁 一整个高潮迭起 绝有能长 就看到了整部电影 以一种事件 张回叙事来说故事 一个段落一个段落 每个章节都有他主题事件 也对我去戏剧张力 搭配了高强度的动作追逐战 像是一开始这边 看到小福利被抓之后 这边现在看到这场紧张刺激的 旧人追逐战看一眼 以福利欧沙老妈 插利福利则 试验玛丽贾巴沙 灰熊里还盖神勇的一个人单枪匹马 什么都不怕一路追杀抓走小福利那一票坏人越过沙漠 包括聪明的小福利过程中充康就会看到了对方人一一被干掉 查了没点点本来可以在坏人逃回到他们营地之前是救到小福利的 然后关于说母绿地这一片福牢之地更多描述 大家可以去回顾一下疯狂麦斯愤怒到的剧情 包括后来这一片土地变成有毒的死亡沼泽 还有像是小瓦尔基利 就是后来梅根盖尔饰演这一位 大家可以顺便对照一下其中的十过境迁 中间一切变化 就会是一整个那么令人感慨万千 小福利后杀的气氛远比W所想象的还要更多很多 包括被绑架之后老妈一个人跑出来救他 即使小福利最后被带到了摩托邦这边营地 老妈还是很有本事趁着大风杀摸进去救出小福利 但以为就可以这样逃过一节吗 并没有 有克里斯汉斯沃饰演敌门特斯非常令人惊艳 这次人生所有的演技大喷发 纠结又狂妄 诠释这一位缝顶狂人 行事作风不安排也出牌 确实有很到位 那一种让人恨得牙痒痒的 不过其中却有一些点 让人不禁小同情的态下 而W推测有一点不准的是 这边巨型的迪曼特斯 对别的愤怒到看过的不是老乔 其实迪曼特斯算是另一个正在崛起 强大的新军阀 他所带领底下的真一票以中击为主的摩托邦 本来是一只四处游牧打游戏抢劫的武装分子 就看到他们绑架小福利 事情后来的演变 一度魔力就走小福利 但后来又被抓到 没办法我们超气惨 女主要过往 心里目睹了老妈后来被敌门特斯的人杀害挂掉 后来甚至被迫跟了摩托邦 他们四处游荡好一阵子 就像老妈被挂掉之后 却是很无奈被带着到处跑 迪曼特斯对小福利有一种特殊复杂的情感 像里面有看到的那只熊熊 大家以为是小福利的 但本来是迪曼特斯他已经不在儿子的 迪曼特斯杀了他老妈 却把那只熊熊拿给小福利 在随着迪曼特斯持续征战过程 他们带着他 虽然被关着 不过后来其实也并没有虽然带他什么的 而过来事件的选择 只是在于大同盟的强强相碰 没有错在愤怒到看过的这一位不是老乔 过来迪曼特斯知道有这号人物质后就跑来踢馆 这辈子可有其他后人饰演年轻版的不是老乔 前面W也有介绍过原本饰演的 休息是拜伦 黑汉的于2020年12月故事已经是回天国了 已是看到跟分钟道设定连结 有着密切的奇迹相关 还有像是彼此之间人物角色的相对比 如果大家有兴趣 大不可以再做另一支来介绍细节 总之呢 虽然前面整个系列已经出过直播电影 包括了有没有记不讯的前生幕局 以及硬邦邦的汤姆哈里饰演的疯狂麦斯版本 跟这一次福利厚杀相互意也一样是超狂粉战 所以其实大家时间很有限 W强烈建议的分钟道也就绝对是看这部之前 一定要再回顾一下的啦 如果有看过分钟道的朋友就会知道 不过因为这不是前传 所以反而要反过来说 这篇故事所发的事件都将会影响到后面的分钟道 而也是得不猜错的 这时候老侠的势力已经很大了 他们以西方堡垒为基地 这边游水又一手难攻 对比了这时候刚起步 另一个狂人敌门特斯的挑战 其实本来包括老侠跟月亮霍华饰演的食人兽 还有像李派瑞饰演这个年轻版本的子弹农夫 不是老侠联盟 掌控了堡垒 烈油尘跟兵工农场 根本也就没在怕不在敌门特斯跑来踢馆 但就前面踢过了敌门特斯超狂不安排出牌 除他们意料之外的 拐用技先拿下烈油尘 之后敌门特斯再跑来跟老侠谈条件就筹码 老侠他们只好答应了一些条件交换 然后也在这边包括了弗利欧莎被迫让出去 原本老侠是预留要做他另一个后宫老婆的 不过那城琼是饰演的瑞塔斯 中间有转折 瑞塔斯一度想要占弗利欧莎便宜 但被他逃跑了 弗利欧莎把自己天光头混进去战争男孩当中 哈 就看到了小弗利欧戏份一直到这边 就混在战争男孩当中一段时间之后 弗利欧莎长大一点才换成了安亚泰勒乔伊的版本 来看到这位唐姆伯克饰演的杰克金卫官 后来由三一三容饰演的弗利欧莎就接他位置 而关于他们两个人之间 里面还蛮可可可气的 但本来还以为杰克是玩弄弗利欧莎的爱情骗子 但并不是我 杰克原本不是布斯老乔之变的人 里面每个人都有他过去的故事 杰克也有他那一段 总之呢 算一开始弗利欧莎只是混在里面的技工 不过逐渐在这一堆杀异游赶持队战争男孩当中 一个人等大 这边就看到了相当精彩刺激的这一段 在一次运装物资的过程当中 遭到了另一批团队的攻击 几乎要灭团的 跟杰克最后却又可以重复下来 即使也是在过程中发现了他是女生秘密 不过杰克后来承诺了弗利欧莎不顾问他事 他愿意协助训练弗利欧莎后面可以独立 如果弗利欧莎后面想离开 也是ok会放他离开 所以后来又在布斯老乔下面都待了一段时间 杰克慢慢感慨他 他是弗利欧莎可以真诚对待的人 只是事情后来在发生了变化 随着不甘持有另一批的敌门特资又再度闹事了 假借了另一批一切暴乱情势 但这个其实是敌门特资开始大闹的一个起手势 弗利欧莎 疯狂麦斯 传奇片章 导演是乔治米勒 事实上蛮厉害的 很少电影系列一直都同一个导演 乔治米勒成就了疯狂麦斯一整个传奇系列电影 当然包括这一次弗利欧莎又是大大成功的出击 而且就是延续了疯狂麦斯愤怒到基调再开始善业 盛大场面绝对不输给愤怒到 甚至更加倍放松 结果看到了弗利欧莎跟杰克几次行动70万千 包括更多荒漠飞车追逐 接连不断火爆的争夺战 对上了无法预测的迪梦特斯假装要参与会议 其实两边都想插炸啦 但迪梦特斯又更早一步 就算弗利欧莎跟杰克要前去冰空农场 载运更多武器应战 不过呢 其实迪梦特斯更早一步占领了冰空农场 弗利欧莎他们反而是掉落检影之中 更常的是原本已经准备好这次行动之后就要离开了他 再次遭遇到害惨的弗利欧莎一辈子的那位大二人 接下来世界的转折 要如何面对他最大的梦魇呢 两强相斗 最终的结果如何 你们特斯的下场 下一段预告之后将来介绍最后结局 如果还没看过电影或想保有点神秘感男 请看到这里就好咯 哈 如果前面有看过疯狂卖士愤怒道朋友 故事发生在之后的愤怒道 就是这部弗利欧莎天花板 其实看电前应该心里面就有个数了 关于杰克 只不知道后来杰克竟然这么惨就逃出冰空农场 但后来他们还是被里面特斯追到 杰克遭到折磨 他被牵在摩托后面一直到圈领略致死 而弗利欧莎则则在追逐当中意外甲断了左手 然后甚至过来又再自己切断整只左手臂逃生 就在经过了一些转折之后 好不容易回到西方堡垒 而这时候不是老乔跟他人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也就在通过了弗利欧莎的通报 即使做出了反应 他们假装派兵要去电游城对付敌门特斯 但即使按兵不动 在堡垒等待敌门特斯来攻击他们 电影里提到了这是一场激烈的40日荒地战争 然而剧情其实并没有演出来详细的过程 或许是要保留到后面其他剧集再说这一段故事 总之呢 怪弗利欧莎在初集已经是到一个段落咯 弗利欧莎开车去追已经怒败的里门特斯 哈 前面预告就有看过这一幕 没想到真的是到尽头了 结局处置掉里门特斯的方式是让人有诸多想象 反正最后就是处理掉这位大魔王 而后来呢 也是再放了一些愤怒到画面的剪辑来做一个连结啦 总结来说 倒不只能说超赞 不可错过 非常精彩好看 坎克力成绝对让粉丝更爱弗利欧莎这一位女英雄 看过不幸过王 但每时间和其却也是更加孤人心 透过一幕接一幕 一整部电接连不断刺激大场面 如果是喜欢愤怒到 绝对绝对也是不能错过这部 其实看完弗利欧莎之后 再回去看愤怒到也很OK 两部接连看超级过瘾的 更完整陈述这一位女英雄 更多事情前后连接在一起 也是更加有趣 嗯 像是对抗这些老三男 把女生当作神晓的工具 一整个脉络 现在看起来更加清楚 在这后末日世界 这里面看到了可以参赐我 很OK哦 抛击掉尾包 诠释了这一位 足以跟不死老乔抗衡的超级狂人 也看到最后落败的迪梅特斯 弗利欧莎再一次面对他 是不禁让人小同情的迪梅特斯 哈国王 然而 迪梅特斯却选择了以暴制暴 成为更残暴的暴君 这是一个象征 一开始屁白杀 然后最后是变黑 哈 不知道大家有没注意到 疯狂麦斯有来小插花 但其实不是他姆哈迪 而是他的替山 是用雅各托墓里 饰演的麦斯在沙漠中救了福利 不过只是有飘过一小段时间的小彩蛋 然后倒不想说 可能另外一只在介绍更多细节的彩蛋 这支影片就这样 就先介绍到这边了 还有什么意见看法呢 欢迎在底消炎 大家来讨论这部福利欧莎 疯狂麦斯 传奇篇章吧 以上就是我的介绍 如果觉得不错 可以在下面帮我按个赞 如果喜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什么想法 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讨论电影哦 那就先这样咯 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